假设一个电子的动能 跟一个光子的能量相等 那问你这个电子的物质波的波长烂导外 跟这个光子的物质波长的烂导度的比是什么 这个就是 反你把物质波跟光波跟你来考验你 有没有搞混观念上怎么样 什么意思 那因为这个题目没有出很好 他ABCD选项有C他没有跟你讲 这个C就是什么 我们知道就光束了 那这1就是他们相同的能量相等 唯一 所以其实他应该讲说这两个能量相等 而且均为什么 1你这个选项里面才有 那我再上去 那首先第一个 两个物质波的波长 对不起 两个波长 第一个物质波的波长 电子物质波波长怎么算 难打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P分之什么 H 可是你用P不是 它是供应能量相等啊 那你要把它转化成我们相等这个量的关系 它就可以转化它 怎么算 例子的话 你的动能可以等于 2m分之P平方 所以你这个P可以等于根号2m1 这个留着第一个 第二个 那光波的波长怎么算 有能量的是不是有1的 那1跟波长怎么算呢 前面跟你讲 照理上光的能量1是等于Hμ 但是它符合还是同时具有波动色性 光速等于μ成为蓝达 所以 就会整理是不是这样 所以 这边你就可以得到蓝达的光波的波长 只要给你能量 只要给你这个能量都相同这个1的话 你的蓝达 对蓝达移过去 是不是等于Hc3 所以很简单 这两个要比 只要你关系很清楚 其实没有很难 不要搞混了 对蓝达1 比蓝达2 就会等于 左手边的 右手边的是这样 OK 好 那把这两个整理一下 把这除一除 交交以后 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OK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